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它其實跟原來我們這個油漆桶 比如說我想要把油漆桶這個底色拿掉的話 你會發現我把這個地方改成無填滿 那你會發現改成無填滿 奇怪,我不是無填滿的嗎? 為什麼它上面還是有一個黃色的底色 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設定格式化條件有點像一個遮罩 它是遮在上面的 你不能直接透過這個設定格式去改變它 那如果你要把它移除掉的話 記得你只能從設定格式化裡面 有一個叫做清除規則的地方 你只能從這邊清除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這樣才清得掉 你不能說直接從這邊清 這邊是清不掉的 像剛剛同學馬上就問 奇怪,怎麼都拿不掉 對,因為它不能從那邊 只能從哪裡?從這邊 清除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所以它有點像是另外一套東西 它又跟Excel本身的這些東西是不相干的 這兩邊是不一樣的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平常我要的效果 並不是要像剛剛 我是希望能夠用這邊 類似像這邊的效果 幫我加 如果要改的話 我也可以改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啦,要不就土法練鋼 有沒有像自己 要不的話呢 就是寫一個VBA程式 那VBA程式怎麼寫? 首先請各位 第一步呢 我看 根據這樣好了 第一步 把綜合練習 複製一個來練習 把它拖拉加Ctrl鍵 這個改成VBA好了 我們一個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們比較一下 一個是VBA 那VBA這邊一定要先把它清除掉 清除規則 所以你把這個原來這個 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清除掉 好,那就沒有了 那VBA怎麼把它加? 所以我們會有兩支程式 兩個SUB就對了 一個SUB是什麼? 一個SUB是可以把這個剛剛的效果加上去 另外一支程式是把禮拜六、禮拜天的格式拿掉 那這兩支程式基本上在哪裡呢? 其實在這邊就有了 我先把那個結果 先秀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 開發人員VBA模組 寫在下面就可以了 那兩支程式呢 基本上在雲端上面 就是在雲端的第幾頁 在第14頁的地方 這一段是格式化日期 一個是還原 這兩個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兩段Ctrl-C 然後貼到我們的這個模組裡面 Ctrl-V 好,有了對不對 那我先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結果嘛 其實上面有註解啦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禮拜六、禮拜天 通通格式了 那這個可不可以改 像剛剛那個不能改嘛 這個可不可以改 試一下 無填滿 有沒有發現拿得掉喔 試不過不要這裡變黑色 也可以耶有沒有 所以喔 VPA的話呢 實際上它跟那個設定格式化 走的路線是不同的喔 OK 是可以改回 如果要清除的話 另外一支程式是還原 還原的話直接這樣 馬上就還原了 那將來當然這個做完之後 一樣喔 可以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 我們可以怎樣 可以叫 格式化日期 一個的話呢 就是還原格式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很方便了 按一下就可以全部 幫我格式化 那另外的話呢 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可以把它恢復 OK 所以將來當然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那只是說呢 我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還原 還原格式 那記得喔 VPA跟那個設定格式 剛剛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兩個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按一下 有了 這個還原 有沒有 很方便耶 OK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變更日期了 假設你2023好了 那你當然更新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了 把它再 有沒有 改一下 還原 那首先的話呢 我來講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可能沒那麼充裕 所以我大概先快速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需要把每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的叫出來 所以它理論上是 從第幾列呢 從第二列一直到第三十二列 藍的話是從第一藍 這個A到L應該是第十二藍 所以我會有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是哪一列 從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哪一藍 以前這個列是I 那藍的話我喜歡用J 那它就會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取出來 那我只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它是禮拜六 那我就把它做格式化 禮拜天就把它做格式化 那程式怎麼寫 首先的話第一個 一樣 Sub 格式化日期 那寫的方法我先把它delete ok 然後enter 一個 第一個的話 我就寫哪一列呢 for i 等於第一列到 第二列 因為第一列是那個藍位 到 第幾列呢 第三十二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然後呢 再來哪一藍呢 一般我習慣用J來表示藍 那藍的話你不能用A到L 因為它一定要數字 所以呢 1到12藍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一般習慣這邊會縮排 表示說這個是在它的下一階 所以這邊會按個TAB鍵 然後做什麼呢 我就取得它裡面的儲存格資料 它裡面儲存格資料呢 將來就會用Sales的第i列的追覽來表示 那它就把它取過來了 那取過來之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判斷它是不是禮拜六 那怎麼判斷呢 判斷一定是if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VBA 店 裡面有個week date 我這邊的話我可以用VBA 裡面VBA的函數裡面 一樣有一個叫week date 名稱呢跟Excel一模一樣 如果呢 這個week date 判斷一下 我把這個日期抓過來 然後你幫我判斷一下 如果它是等於7的話 then 然後做什麼 拿Enter兩下 一樣喔 打個endif 就是頭是if 尾巴是endif 所以它有個頭尾的概念 那我就把儲存格裡面的字 就是 改顏色 改顏色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字 你就改的方法是 Sales ID的這一欄 字的顏色就form form就是字型嘛 的 顏色就color 等於什麼呢 我要把它改成 深綠色 顏色的話就是RGB 所以以後的話呢 在VBA裡面 你只要記得喔 顏色你就用RGB來記喔 那紅色是多少 綠色是多少 藍色有點像調色盤 那這個調色盤最小是0 最大是255 OK 那你想說深綠色 我怎麼知道 它的顏色是多少 那你其實可以拿 油漆桶裡面的其他色彩 油漆桶旁邊有個其他色彩 你自訂一下喔 這邊其實就有啦 比如說你要深綠色就這個 這個深綠色 自訂一下喔 它的顏色就是 R是0 51 這50好了 因為50 50比較好記 然後這個是0 所以RGB就是0 50 0 那如果是淺綠色的話呢 假設我就選這個 那它是 這算200好了 200 255 200 那我就把這個顏色填到哪裡呢 填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所以字的顏色就是 字的顏色就是 深綠 深綠就0 50 有沒有 0 有點像那個把剛剛的調色盤 那底色的話呢 其實跟這個蠻像的 把字的顏色改成 interreal 這個喔 底色是這個 叫interreal interreal 的顏色啦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稍微記 如果不行 雲端上其實有答案 那顏色的話這邊就是 還記得吧 淺綠色是200 然後這邊是255 然後這邊就200 OK 這樣的話我們試一下 執行一下 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出錯了 為什麼出錯 這個錯誤啊 將來如果你假設出錯的話 你游標可以放在上面 I 30列 J 第二欄 你可以看一下 30 30在這裡 第二 2在這裡 這個儲存格發生什麼錯誤 裡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是空的話 會發生錯誤 那發生錯誤怎麼辦 所以喔 將來你可能要做一個 避免的動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做一個判斷式 如果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那什麼狀況下 才能去做底下的事 就是不能為空的 不能為空的 空一格 然後你才能夠去做 底下的事情喔 然後一樣 在END IF 寫在這裡 好 那這樣的話 我一樣就是再把這個按TAB 就是有點像做一個過濾器 有點像一個閘門 把它搬上去好了 然後讓它跑一下 執行 這樣就過關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有點像一個 如果它不是空的 我再去做判斷 並且格式化它 那如果它是空的 那就跳過去 有點像是你進捷運一樣 游游卡有B才能過 再來就是什麼 這個是禮拜六嘛 禮拜天怎麼寫 禮拜天就把這個衣服到這個衣服 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貼到底下 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哪裡呢 這個是改成什麼 V10應該這個是禮拜六嘛 禮拜天改成1嘛 那字的顏色 紅色的話是這個RGBR255 全部都有 00就是沒有綠色 沒有藍色 那就紅色 那底色的話呢 就是紅配綠 紅色全部255 然後綠色的話呢 全部沒有藍色 沒有藍色就0 那這個就紅色 這個就綠色 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格式 清除的話其實也大同小異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個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今天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的話 可能就把這個做一個結尾 再來一塊 就可能要看第四個單元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回去的話如果有時間 我是建議各位 還是多把那個 我們今天講的部分 尤其是你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再做一個重點的回顧 那建議 最重要還是要自己動手寫一下 OK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要看一會吧 好嗎 我們來看這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